好 如同刚刚您新闻上看到的 好多人都希望7月12号可以微解封 各地部分夜市开始规划微解封的营业了 像是在台南 大东 武胜 花园这三大夜市 就提出了防疫计划申请 最快是12号 下周一大东夜市就可以率先恢复营业 至于在高雄这里说瑞丰夜市已经率先恢复营业之外 同属观光形态的凯旋观光夜市 还有易德劳工夜市 加上凯旋跳蚤市场 三个夜市一共六百多个摊商 预计7月17号周六就能恢复营业 人山人海 台南最行花园夜市 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荣景了 全国三级警戒让所有夜市摊商 苦喝西北风一片萧条 7月12号这个日子大家都在等 有办法让摊商再次迎回旅客吗 在夜市提出防疫计划之后 我们来加以开放 人流 出入都要管制 人流控管防护措施做好 台南市长很有信心 休息好一阵子的摊商 也忙着整理身材工具 除了市府规划的防疫措施 夜市也要准备防疫计划书宋审 台南三大夜市花园大东及午盛 宋建申请通过后 最快将由大东夜市打头阵 下周一12号最快恢复营业 保持社交距离的话 还是能让大家出来透透气 不少夜市摩拳擦掌 准备为解封在高雄 除了瑞丰夜市恢复营业外 凯旋夜市劳工夜市等 一共650个摊商 最快也将在7月17号恢复营业 来到嘉义市必逛的文化路夜市 鸡肉饭 砂锅鱼头等 过去每逢假日都是大排长龙 现在嘉义市已经连续28天零血诊 市府最近陆续前往会刊 有望在7月12号重新开张 防疫的作为都已经非常的完整了以后呢 那之后就可以开放有条件的副业 虽然摊商都希望努力做好防疫措施 早日营业故生计 但能否找回消费者的信心 还需要观察 华人新闻 中环副刘瀚生 陈金邦 许文南 南部综合报导